字幕視聘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數位線道處理器 這個單元最後一個part 類比數位轉換 然後這個part也是我們整門課程最後的一個part 我相信這課程講完之後 同學一定能對數位線道處理器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你了解 也有辦法在未來用這個硬體來實作你所要的應用 那我們首先來談到28027 它的類比數位轉換器的部分 它裡面有一個12位元的類比數位轉換器模組 它裡面包含取樣與保持電路 它具有16個輸入 可作為8個雙通道的輸入 或是16個單一通道的輸入 也就是說它有A0到A7 以及B0到B7這些通道 然後它支援順序取樣以及通時取樣 然後它裡面的電源是用0.0V到3.3V的固定電壓範圍 當作電壓輸入 或是你可以用這個Ref High跟Ref Load的比例輸入 然後它也支援16組的開始轉換SoC的設定 也就是說你可以設定16種 SoC的模式來決定說你怎麼樣來轉換外面的類比信號 然後它也提供9組類比數位轉換的PIE中段 好我們來看一下類比數位轉換器的主要元件 它裡面包含哪些 它包含前端的類比多供器 也包含了取樣保持電路 也有轉換器的核心的部分 以及電壓調節的電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硬體架構 主要這邊是看到說它的類比的通道輸入 它輸入之後它會有經過一個多供器 那這邊特別要提到說 我們要必須要先了解說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硬體這個DSP 它因為它的腳位的數量有限 所以很多功能都會使用同一隻腳 如果我們確定這隻腳當成是類比輸入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來設定說 這隻腳的確是工作在這個類比訊號的輸入方式 所以我們必須要設定它的類比輸入的多供器 好所以這邊有個多供器的設定 當你設定對之後你的後面動作才會正常 所以同學有時候在做你的程式設計的時候 必須先確定說你的這些周邊的這個 輸出腳位的多供器有沒有設定對 好然後在我們的這個課程當中 我們這個實驗裡面 因為我們是用第四個A4這個Channel 那A4的Channel在綠色玩Default的時候 它就當成類比的輸入嘛 它不會當成比較細的輸入或其他的輸入 等於說我們就沒有多做設定 好如果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必須 保險一點我們必須要先做個設定 才能來正常使用 好那這是一個類比的輸入通道 接下來要經過多供器 好那接下來會經過取向寶石電路 它現在有兩組 一個是上面是AChannel下面是BChannel 好接下來經過這個取向寶石之後 我們就會經過我們的主要的轉換核心 好這部分 然後上面是電壓調節電路 主要是因為我們要做類比數的轉換嘛 所以它裡面有個參考的電壓 然後這邊是一個ADC的取向邏輯電路 那下面這塊是我們提到的 它有16個SOC的設定方式 這邊是產生中段的電路 它的運作原則它主要想法是說 每一個SOC 就可以來單獨定義單一通道以及單一轉換 它包含設定什麼 包含設定它的觸發來源 也包含設定它的這個類比的輸入通道 是哪個通道進來的 也可以設定說我們在取樣的時候的 取樣視窗大小 所以每個SOC都是獨立的 不同的SOC可以設成同一個觸發源 同一個類比訊號的輸入 通道輸入都沒關係 好 所以我們就必須設定說 它的每個SOC的轉換優先順序 所以當許多SOC在同一時間的奇標 都被設成1的時候 必須設定到底哪個先來的後 所以通常有兩種做法 一種叫做Round Robin 它是綠色的 它是利用一個順時鐘的順序來判定 到底哪一個SOC先 另外一種是高優先的方式 也就是說 當你設定高優先權的SOC 就必須先執行 執行完那些高優先權的SOC之後 才會跳回剛剛的point的地方 指標的地方 繼續執行 用Round Robin的方式來跑 好,這是程式的部分 我們在ADC的設定方面 我們一開始必須做一個初時化 它初時化裡面有做一些事情 主要做 主要是要把ADC的時脈啟動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 把這個 所謂的電壓調節電路裡面的Power打開 因為你要打開 因為如果不用ADC的時候 這些電壓可能會有一些功率的耗損 所以平時是關掉 我們真的要使用的時候 我們才把它打開 好,接下來進入我們這個 這個 InitMyADC這個副程式 剛才的Initial的程式 只是設定基本的一些ADC的設定 那現在就是我們主要是 我們自己 在用在我們這個應用的時候 所需要的設定 好,一開始我們這邊 設定說我們ADC的中段是發生 在ADC轉換結果的前一個cycle 發生中段 做這樣設定 好,然後這邊是我們把ADC int1智能 好,接下來是我們ADC的連續中段 除能 只有清除 才能發生中段 就是說你要把這個flag清除 你之後才能發生中段 然後我們是使用 EOC0 來觸發我們的ADC的中段 好,因為我們可以設定說 到底哪一個EOC 來觸發哪一個中段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使用 Soc0 也就是說我們使用EOC0 來觸發我們的第一個中段 好,那接下來我們這邊設定說 我們的Soc0 好的,觸發來源為 的ADC in A4 這是它的channel是A4進來 它的觸發源就是來自於 EPW1 上面是設定說它的信號是從 A4channel進來 這邊設定它的觸發源是 用PW1 來所觸發 來當用SoC 轉換的觸發 好,這邊是設定 SoC0它取樣的視窗 為7個取樣點 因為至少為6嘛 加1就變7 好,然後這邊設定我們的 EPW1 SoC A的設定 好,那這看到的是說我們整個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剛才提到 我們這個硬體 它很多功能都會使用同一支腳尾 所以它是腳尾多工 所以我們必須在腳尾上做設定 然後 設定說這一支腳尾是哪一種功能 是輸入還是輸出 所以 因為我們這個例子是用 第五支腳尾 就是ADC in A4 這個腳尾 那這腳尾同時會跟其他兩個腳尾 共用 兩個功能共用 所以,但是它預設是由當成類比輸入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做設定 如果你要設定的話,你可以這樣設定 你可以把這個腳尾設定成 當作 A4 ADC in A4 的功能 各位同學 在這一個part裡面 我們介紹類比數位轉換 我想我們這邊複習一下說 怎麼樣來使用 類比數位信號裡面這個模組 這模組是在於說我們怎麼樣把類比訊號轉成我們的數位信號 它裡面支援16個SOC 所以每個SOC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可以設定成順序取樣或是同時取樣的模式 好,那我想這一個單元這個part我們到這邊就結束 我們這兩個單元我們把整個課程做一個複習 我相信同學在這門課程上完之後一定會對DSP有所了解與認識 從我們的理論的了解,我們進一步可以到達DSP的實作的部分 讓同學可以在理論與實作上都能合一 真正是說把我們的一些理論可以在實際上看到如何來使用它 我希望同學能日後也能繼續的來繼續專研這門課 然後能把這個理論 也許把它的實作發揚的更廣大 謝謝各位